也许logo换一个颜色就能多卖一倍的价钱 也许设计换一种思维就能迸发出新的活力 今天香港创意设计师带着他们的创意 首次组团到访长沙 拆散了是普通的玻璃水杯 雷起来就是一个仙人掌造型的装饰品 这个有意思的作品来自于香港的邦设计公司 他们还帮湖南安化黑茶量身打造了一款包装 我们先理解他们的背景 就是黑茶有什么特色 就是知道他们是有一种成分是金花 然后我们就主要是做金色 还有一些金点在上面 好像整个包装可以提升一点 是高贵一点 好产品湖南不缺 要说点子 着实可以看看香港这个亚洲创意之都 它不光只是说好看 他们就一定会关注 更多的要挖掘这些消费者的痛点 比如说有一些茶的饮料 现在它会去挖掘它一些兼美的功能 美容的一些功能 可以挖掘这些方面的一些优点 再把它变成更有创意的把它输出来 这次共有28家香港公司 近40位香港设计师到访湖南 业务涵盖创意设计 新媒体市场推广等多个领域 香港的品牌专家 也可以协助他们 把那个品牌打出来 然后这个其实呢 我们这些湖南的好产品呢 也可以 这种我们这样的一个服务 把它们的产品呢 推广到全世界 近视记者文书顾问报道 我们这些衣服公司 还要有我们才能够